自美国政府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围绕即将撤出的美军留下的空白,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中东各方力量,可谓是明争暗斗。 先是传出叙利亚政府军进驻曼比基地区的消息之后,法国表示坚决不撤军。 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而土耳其更是魔刀祸祸,集结兵力准备进战叙利亚曼比基地区。 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宣称的美国减曼撤军速度,以待更完美计划的。 详情在近日终于被美国媒体披露出来了。 那就是阿联酋和埃及将驻军叙利亚曼比基地区图一阿联酋空军的F-16战斗机据报道。 美国政府正和阿联酋和埃及沟通,目的是促请这两国出兵进入目前做叙利亚美军控制的曼比基地区,以便在保持对伊斯兰国打击力度不减弱的前提下。 保障美国在叙利亚的盟友库尔德人的利益美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称,埃及和阿联酋军官数天来一直活动在曼比基地区,对美军和库尔德武装阵地进行详细的勘测和对接,以便在这一决定宣布后可以迅速进驻该地区。 土耳近战诱发拉底和西安阿夫林地区的土耳其军队,此前有国外媒体报道称,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谈判中,土耳其同意带美军撤出后,俄罗斯及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双方暂时以诱发拉底和为界。 各自占领东西两岸,然而美国政府的做法显然是不甘于就此撤军,特别是不甘于让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再次控制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 这样做,不仅会违反美国在中东地区遏制俄罗斯影响力扩张的本意,也会对美国的公信力造成损伤图三埃及军队外媒还分析称,叙利亚政府应该不会反对阿联酋和埃及军队, 进入曼比基地区,因为自2011年以来,埃及是唯一一个始终站在叙利亚政府一方的阿盟国家,一直同叙利亚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 特别是联想起上世纪50年代两国,甚至共同组变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使是迫于形势叙利亚政府,也会考虑同意埃及军队的进入。 至于阿联酋也是第一个在大马士革重新开放使馆的国家,并具备极强的经济实力, 可以为叙利亚重建提供巨额资金选择这两个国家,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叙利亚政府没理由反对历任越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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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